诗篇 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漫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恶人并不是这样 乃像康比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诗篇 第二篇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陈仔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说 我们要正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吃笑他们 那时 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 受高者说 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姚将的瓦器摔碎 现在 你们君王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当存畏惧 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精而快乐 当以罪亲子 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 都是有福的 诗篇 第三篇 耶和华呀 我的敌人何其家赠 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 有许多人议论我说 他得不着神的帮助 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 是我的荣耀 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 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 我躺下睡觉 我醒着 耶和华都保佑我 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 我也不怕 耶和华呀 求你起来 我的神啊 求你救我 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 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乎耶和华 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诗篇 第四篇 选我为义的神啊 我呼吁的时候 求你应允我 我在困阔中 你曾使我宽广 现在求你连续我 听我的祷告 你们这上流人啊 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 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 寻找虚假 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知道 耶和华已经分别前程人归他自己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听我 你们应当畏惧 不可犯罪 在床上的时候 要心理思想 并要肃静 当献上公义的祭 又当依靠 耶和华 有许多人说 谁能指示 我们什么好处 耶和华呀 求你扬起脸来 光照我们 你使我心里快乐 胜过那丰收 五股辛酒的人 我必安然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 耶和华 使我 安然 居住 诗篇 第五篇 耶和华 耶和华呀 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 顾念我的心思 我的王 我的神啊 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 因为我向你祈祷 耶和华呀 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 早晨 我必向你沉迷我的心意 并要警醒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 恶人不能与你通居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 反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说谎言的你必灭绝 耗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至于我 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 进入你的居所 我必存敬畏你的心 向你的圣殿下拜 耶和华呀 求你因我的仇敌 凭你的公义引领我 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 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 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谄媚人 神啊 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 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 把他们逐出 因为他们背叛了你 凡投靠你的 愿他们喜乐 时常欢呼 因为你护达他们 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 因为你必赐福于一人 耶和华呀 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 诗篇 第六篇 耶和华呀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耶和华呀 求你可怜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呀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的骨头发战 我心也大大的惊慌 耶和华呀 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 耶和华呀 求你转回搭救我 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称谢你 我因哀哼而困乏 我每夜流泪 把床榻飘起 把褥子湿透 我因忧愁眼睛干瘪 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化 你们一切作孽的人 离开我吧 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 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 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 大大惊慌 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 诗篇 第七篇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投靠你 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 将我救拔出来 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 甚至撕碎 无人搭救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若行了这事 若有罪孽在我手里 我若以恶 报纳与我交好的人 就任凭仇敌追赶我 直到追上 将我的性命 踏在地下 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 耶和华呀 求你在怒中起来 挺身而立 抵挡我敌人的暴怒 求你为我兴起 你已经命定 施行审判 愿众民的会 环绕你 愿你从其上 归于高位 耶和华向众民 施行审判 耶和华呀 求你按我的公义 和我心中的纯正 判断我 愿恶人的恶 断绝 愿你兼力一人 因为公义的神 查验人的心肠肺腑 神是我的盾牌 他拯救心理正直的人 神是公义的审判者 又是天天向恶人 发怒的神 若有人不回头 他的刀必磨快 功必尚弦 预备妥当了 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 他所射的是火箭 试看恶人 因奸恶而取劳 所怀的是毒害 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 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 所挖的井里 他的毒害 避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 避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 我要照着 耶和华的公义 称谢他 歌颂耶和华 至高者的名 诗篇 第八篇 耶和华 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 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能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 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 就是一切的羊牛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海中的鱼 反惊醒海盗的 都扶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 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美 诗篇 第九篇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 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欢喜快乐 至高者呀 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 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 因你已经为我伸冤 为我变去 你坐在宝座上 按公义审判 你曾施责外邦 你曾灭绝恶人 你曾涂抹他们的名 直到永永远远 仇敌到了尽头 他们被毁坏 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诚意 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 为耶和华做着为王 直到永远 他已经为审判 设摆他的宝座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 坐高台 在患难的时候坐高台 耶和华呀 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 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 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 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 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 他纪念受屈的人 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 耶和华呀 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 求你连续我 看那恨我的人 所加给我的苦难 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 我闭在西安城的门 因你的救恩欢乐 外邦人陷在自己所觉的坑中 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络里 缠住了 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 他已施行审判 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都必归到阴间 穷乎人 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 困苦人的指望 必不永远落空 耶和华呀 求你起来 不容人得胜 远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 耶和华呀 求你使外邦人恐惧 愿他们知道 自己不过是人 诗篇 第十篇 耶和华呀 你为什么站在远处 在患难的时候 为什么隐藏 恶人在骄横中 把困苦人追得火急 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 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 贪财地背弃耶和华 并且轻慢他 恶人面带骄傲 说 耶和华必不追究 他一切所想的 都以为没有神 凡他所做的 时常稳固 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 至于他一切的敌人 他都向他们喷气 他心里说 我必不动摇 世世代代不遭灾难 他满口是咒骂 诡诈欺压 舍底是毒害 奸恶 他在村庄埋伏等候 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 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 他埋伏在暗地 如狮子蹲在洞中 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 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 他屈身敦俘 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 他心里说 神竟忘记了 他眼面永不观看 耶和华呀 耶和华呀求你起来 神啊求你举手 不要忘记困苦人 恶人为何清慢神 心里说你必不追究 其实你已经观看 因为奸恶毒害 你都看见了 为要一手施行报应 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 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 愿你打断恶人的绑壁 至于坏人 愿你追究他的恶 直到静静 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 外邦人从他的地 已经灭绝了 耶和华呀 谦卑人的心愿 你早已知道 你必预备他们的心 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 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 申冤 使强横的人 不再威吓他们